注意看 这个小女孩的一只眼珠慢慢上瘾 直到整个眼眶都变成了白色 非常吓人 几天前女孩小娜正在观看母亲生前的录像 突然房间里的衣柜发出声响 小娜走上前去查看 但里面除了衣服还是衣服 殊不知女鬼此刻就站在她的身后 楼下的父亲老何听到尖叫声后赶紧跑上来 只见女儿露出诡异的微笑说啥事没有 父亲觉得奇怪 因为母亲去世女儿已经消产好一阵了 她走进房间环视一周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倒是女儿手上多了一个奇怪的破旧娃娃 女儿说是从衣柜里找到的 她很喜欢 老何没有多想就下去忙自己的事了 第二天她正在画工成图 楼上突然传来一声刺耳的小提琴声 吓得她图都画歪了 老何十分烦躁 怒气冲冲地上去准备质问女儿 谁知在开门的一瞬间声音停止 而且女儿正在床上熟睡 根本不可能拉小提琴 就在老何准备离开时 身后的衣柜门却突然自动打开了 老何过去把它关上 没想到一分钟后没开二度 衣柜门再次打开 老何再度上前准备关上 这时里面跳出一个恐怖女鬼 举着双刀对老何咆哮 下一秒她割开自己的喉咙 雪见了老何一脸 她突然惊醒 原来刚才只是一场噩梦 但奇怪的是 旁边的图纸不知道被谁撕烂了 老何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跑上楼去找女儿 她果然不在房间 而且玩偶被撕毁 小提琴的弦也断了 琴面被刮花 老何从窗户看去 发现女儿正蹲在池塘边 不知道在干什么 小娜手里拿着刀 她刚亲手杀了一只乌鸦 此时她的一只眼睛开始翻白眼 像被脏东西附身了一样 之后小娜整个人性情大变 动不动就对着父亲大发脾气 老何因为工作外出 晚上小娜神情诡异地走到衣柜前 她的眼睛慢慢变白 宛如一个形式走肉 女孩双眼变成白色 行动缓慢地靠近衣柜 突然衣柜门打开 里面伸出无数只鬼手 把女孩拖了进去 小娜从此失踪 老何找了好久也没有消息 因为是在家里失踪的 老何还被外界怀疑是罪犯 她在家里发现女儿本子上有奇怪画像 看样子是衣柜 一个月后 有个驱魔师大金从电视上看到消息 于是主动到老何家帮忙 她一直在关注孩子离弃失踪的案件 已经发生过30多起了 大金怀疑 这一切与一个叫明真的小女孩有关 大金表示小娜很可能是被鬼托进一世界了 如果人在里面待满49天 就永远回不来了 现在小娜只剩最后三天时间 他们得想办法抓住那个叫明真的小女鬼 才能破除衣柜里的一世界 大金在衣柜前摆好阵法 把服贴在卧室门上 再在楼下摆好监控器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女鬼出来复发 半晚老何听到卧室传来动静 进去查看时身后的门自动关闭 周围出现一个面容恐怖的小鬼 大金让老何马上闭眼 然后趴在地上爬出去 房间里的小鬼越来越多 老何好不容易终于逃出去 没想到大金这边也遇到麻烦 明真小鬼出现在他面前 一下就把他甩飞在地 大金朝他扔匕首 结果刀在他面前自动停下 明真的鬼术很强 伸出手就能隔空将大金举起来 强烈的窒息感瞬间吞噬了他 老何赶紧下来帮忙 却发现门被反锁了 过了一会受伤的大金才打开门 他被女鬼打得不轻 老何急忙把他送进医院 大金告诉老何那个小鬼的名字叫明真 也是多年前神秘失踪的小女孩 老何果然找到当年明真失踪的新闻 通过上面的信息 他打听到了明真的父亲老熊 如今老熊隐居在山林 弄清老何前来的用意后 根本不想理睬 因为他一直在逃避女儿已死的真相 老何拿出明真的洋娃娃 谁知老熊一看到就发疯似的抢过来 然后点燃了娃娃 这时他的背后明真出现了 这个小女鬼太厉害了 一歪头就能把对面的大叔甩飞几米远 而这个大叔正是他的父亲 地上的绳索开始移动 然后缠在老熊脖子上勒紧 他瞬间被吊起 明真在下面诡异的笑着 等老何跟过来时 老熊已经被附身 冲过来攻击他 两人扭打在一起 老熊死死掐住了老何的脖子 这时老何看到了老熊的回忆 原来几年前因为金融风暴 老熊破产还负债累累 绝望的他先杀了妻子 然后把女儿明真关在了柜子里 无论女儿怎么哭喊央求 老熊心意已决 最后他烧了房子 但唯独自己被救活 明真怨念太深从此化成厉鬼 危害人间 就在老何快窒息的时候 大惊赶来了 他施法驱逐了老熊体内的厉鬼 然而下一秒 却被明真拖进了衣柜里 为了抓紧时间救女儿 老何决定自己进去一世间 大惊则在外面布阵帮助他 在这里老何看到了 因车祸去世的老婆 然而他二话不说 就拿玻璃刀攻击丈夫 好在有大惊的阵法保护 老何逃过一劫 他来到一个充满迷雾的游乐园里 这里有很多之前失踪的小孩 他们多半是被父母虐待或抛弃了的 被明真召集起来报复大人 这些小孩露出鬼面慢慢靠近 逐渐把老何包围起来 老何看到不远处的女儿 于是冲破重重障碍 想把女儿带出这里 然而在他抱住女儿的一瞬间 一辆大车向他们撞过来 下一秒女儿消失在怀里 明真隔空掐住老何的脖子 并指示小娜拿刀去杀了老何 千钧一发之计 大惊用一念幻化成明真的母亲 看到妈妈明真的鬼脸瞬间恢复正常 同时小娜的脸也变回来了 妈妈极力安抚着明真 委屈的小女孩忍不住哭了起来 她想要拥抱妈妈却扑了空 因为大惊的法术撑不了这么久 明真急切地寻找着妈妈 老何见状上前拥抱了小女孩 并对她真诚道歉 过了一会那些小孩都消失了 老何也找到了躺在地上的女儿 就这样她把女儿成功地救了出来 明真也跟着妈妈走进了那片迷雾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易楚》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